第30題,右圖為甲乙丙丁試電阻的串接圖 圖中標示各電阻在使用時的電壓及電功率 以鍵號表示電流方向 試問甲乙丙丁的電流各為多少安培 那我們的公式叫做P等於IV 那麼我們的甲電阻的功率是8瓦特 電流不小的是1伏特 所以它的電流就是8安培 那麼我們的丙呢這邊呢也是帶P等於IV 那麼它有5瓦特電流不小的它有一伏特 所以呢它本身的電流呢就是5安培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丁試跟丙串連 串連的時候電流是相同的 所以呢丁的電流呢也是5安培 那麼我們這邊的甲進來有一個8安培 然後分做兩條路 那麼這邊呢是5安培 那麼根據我們的並連的時候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相加 所以我們就知道乙這邊應該會有3安培 所以電阻的電流是甲是8安培 乙是3安培 丙跟丁一樣都是5安培 第三十題問我們說 試問甲乙丙丁的電流各為多少安培 我們答案選擇是租8355